党的19届五中全会贯穿着进入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线索 深刻把握这一逻辑线索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展现辽宁之围 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 更广阔的胸襟 推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让辽宁的开放活力足 省委12届14次全会提出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优化开放发展布局 统筹投资贸易通道平台建设 推进辽宁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发展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这意味着辽宁必须大胆势 勇敢闯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 踏出新路 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辽宁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是国内面向东北亚国家 唯一陆海双重门户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大连达沃斯论坛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沈阳制博会等重要开放交流平台 既是辽宁开放的窗口 也是辽宁开放的名片 开放不是简单某一个领域 某一个区域的开放 而要注重时代性 体系性 全局性 开放才能迎来人才 引来投资 开放才能扩大市场半径 争取发展空间 开放才能交流合作 取长补短 开放才能千帆进发 逐浪前行 辽宁有着强大的产业基础 有庞大的人才储备 有发展数字经济 智能产业的场景资源和优势 越是面对挑战 我们越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充分利用好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推动辽宁实现高质量发展 明天出版的辽宁日报 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持续转变作风 汇聚震惊力量 八论学习贯彻省委 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